剛剛我們一直講口一哥 口一哥31歲 好年輕 真的是這個青年有為 但是外交資歷我們來比一下 同樣的有一個人 他叫做介文吉 他本身你可以看到 這外交資歷可是洋洋沙灑的 一大片在這個地方 這個資歷你可以看到 從住紐西蘭的大使 住美的堪薩斯州辦事處處長 你看洋洋沙灑列項 還到了歐洲 歐盟這邊也有 再來外交部政務次長 機要秘書等等 你看到沒有 這麼多的資歷 這個人的背景資歷洋洋沙灑 他才能到最後到駐美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 趙宜祥的資歷怎麼樣 外交部長辦公室主任 第一個就這個位置 第二個就即將接任 政治組的組長12指等 但今天我為什麼 要用這兩個人來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 介文吉的資歷這麼多 而且他今年 在去年的時候 他已經從外交部還退休 今天他就來到我們的現場 介兄 之前大家都講到這趙宜祥 到了駐美去的話 他當政治組組長 一個月薪水可以有20萬 現在有人說這個薪水不只20萬 他這個薪水這樣過去會有多高 我覺得27萬是最低的 27萬還是最低 我覺得因為他有本縫 還有房租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他外放如果再違反規定 他還有穿裝補助費 當然所謂的房租津貼 教育補助他要時報時銷的 還有就是說他年中還有加發 年中還有獎金 所以加起來的話 可能說一年可能有差不多拿到 13個月到14個月的薪水 並不是12個月的薪水 所以我就說他可能他的薪水 比27萬還要再高 所以也就是說將近30萬了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這個薪水 這個要看實際的 不過我覺得差不多這個數字 因為政治組組長 是一個非常高的職位 沒有資歷 因為有很好的關係 他就可以拿到這麼高的薪水 我想 這要讓我想到 以前一句話 那是我們大陸上的一個順口溜 大陸的一個順口溜說 說你行 你就行 不行也行 那是這句話 我們聽到耳裡 我們就嘲笑當時的大陸 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一個政府 一個無法無天的國家 現在這種事居然發生 我們中華民國 他這個任命 基本上我用四個字先形容 叫違法亂政 基本上我們的外交官人事制度 是非常完整的 要通過外交特考 外交特考通過以後 還要參加半年的 外交學院的講席 講席結束以後 再到外交部從見任科員做起 服務滿三年以後 才有外放機會 外放的時候 我們外管有100多個 有可能到非洲 有可能到南美洲 有可能到東南亞 有可能到非常艱困地區 美國是非常好的地方 到了美國以後 對不起 從三等秘書幹起 做到二等秘書 六年以後 回到國內以後 再做科長 科長做上以後 再外放 三年的科長之一 再外放 然後大概從一等秘書 再開始做 再待六年 再回來以後 再做副司長 我當時 你這樣子講 這資歷來來去去 外放再回任 外放再回國 這樣子一來一去 我看大概15年 20年跑不掉了吧 基本上基本功 深蹲就是15年 15年以後才能見真章 譬如說我當時 我在去做駐美代表處的 政治組長 就是現在的趙義祥 他去做這個工作之前 我已經是外交部 國際組織司的副司長 已經是檢任11等的官員了 那已經花掉我20年的時間 你進的公務員情緒 已經20年的時間了 20年的情緒 才爬到11支等 他現在要去接12支等 是 他這個位置 基本上 主持人這樣講得非常對 就是我們蘇啟臣處長 同位階的 大阪辦事處處長 蘇啟臣也是12支等 也是12支等 我們國內的 每一個司的司長 處長 都是12支等 這個職位 12支等的職位 並不是所有通過外交特考的人 都可以達到這個職位的 這個中間要經過層層的考核 層層的勵劣 層層的機會 長官才會給你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外交部 我們過去都非常自豪 我今天能夠做到副司長 我能夠做到司長 我能夠做到大使 我覺得我是光耀門湄 因為我是真刀真槍 我是幹出來的 憑我自己本事幹出來 我沒有任何的家事背景 我如果家事背景的話 我不會去考 參加國家的特考 所以今天趙宜 想破壞國家的體制 必須要想到一群人 也就是我們國內 各個大專院校排著隊 準備想通過外交特考的 這一群欣欣學子 人數有的時候上千人 因為外交特考這幾年 參加考試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錄取的名額越來越少 可能只有2% 3%的機會 能夠通過 通過以後 還要經過外交官的訓練 所以趙宜翔能夠一步登天 我要問一個問題 所以蔡英文根本把你們這些 一些外交特考想要考進來的 這些人根本不放在眼裡了 不放在眼裡 你乾脆把外交特考廢掉好了 以後決定應用人 就由你吳釗燮一個人決定好了 而且再回過頭來 駐美國代表處的政治組組長 這在外交部整個駐外單位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敏感的一個職位 他必須要對美國的政治制度 美國的政治文化 而且在華府重要的人脈 他要有相當相當的熟悉 熟悉 他這樣子直接從台灣 到了華府 他會熟悉嗎 我覺得最可笑的是 吳釗燮部長居然講說 他英文很好 他得到了他的外交對手的稱讚 如果這兩項標準來講的話 外交部可能有上籤的人 都有這個標準 都符合這個標準 因為外交部裡面 都是這樣的人才 這是我們的基本條件 如果你得不到 你的對手的尊敬或讚揚的話 你憑什麼可以代表國家 另外我們考試 都是要考過英文的 不會英文的話 怎麼從事外交工作 尤其對美外交工作 趙一翔到了這個工作以外 他除了條件不符合 他的能力會有問題 他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他要帶領一個非常 優秀的一個團隊 我在做美國駐美代表處 的組長的時候 我手下有十元大將 都是我們外交部 第一流的戰將 這些有三等祕書 二等祕書 一等祕書 也有副組長 這些在每處都是 兩進兩出 三進三出 在華盛頓這個地步 對 在華盛頓 說起來我們的同仁 閉著眼睛都可以找到路 然後人脈非常清楚 你今天趙一翔 完全沒有這種背景 你去領導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他會有 他跟你請示做裁決的時候 我請問趙一翔怎麼做裁決 怎麼做決定 如果一個不能做決定 不能做裁決的一個領導 去領導一個非常強的 這個團隊還能夠工作嗎 畢剛 其實我在這邊 必須先要向我們的口藝哥 趙宜陽先生道歉 因為昨天我們低估你了 所以你的薪水只有20萬 其實錯了 你怎麼還怕薪水給低估了 是 其實人家現在 傳出來最新消息 他至少是27萬 然後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這個 可能應該接近 甚至超過30萬 放一些津貼 是 人家今年真的是青年裁軍 才31歲而已 我們蘇啟臣助長努力了一輩子 也不過才跟他同等級而已 都是12指等 所以人家真的是厲害 那他厲害在哪裡 你說學歷經歷 看一看 是不錯 但是也好像還好 因為中華民國這類人才也滿多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你知道 就是跟對組織選對人 原來跟對組織在 現在的中央是很重要 人家加入民進黨黨政 就已經無敵了 再加上又跟對吳釗燮 這個一路平步青雲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人家外交一般人員 要去考外交惡考 努力幾十年 才能跑到這個位置 人家不用 你看 一路就這樣上來 而且不要看 他之前在那個 他之前已經是檢任實質等 才31歲的人 已經檢任實質等 31歲就檢任實質等 是 所以你就知道 跟對老闆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儘管外界 包括我們這些不開眼的 不斷在批評 可是民進黨人都覺得 這沒有什麼 你知道我在PTT 也看到一堆人說 人家這個學經歷 拿這種錢剛好而已 而且還太委屈他了 還委屈他了 其他這些外交部 那一大堆學經歷 比他更好的人 應該怎麼辦 應該直接輕聲算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們的鄭運鵬委員 還跳出來幫他講的話 你不應該只看年齡 表現比較重要 白宮發言人才30多歲而已 我老實講 對 30多歲去當發言人 也許OK 但是發言人跟駐美代表處 政治組組長是同樣的職位嗎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 是要去能夠 馬上跟美國的這些參眾兩億 意願的這些重量級政治人物 去彼此之間互相高官 然後想辦法去盡量拓展 中華民國的利益 這一個31歲的年輕人 他過去有這樣的經歷嗎 他有這樣的外交手腕嗎 沒有 其實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只是因為你民進黨 比較喜歡他而已 這是可以這樣來類比的東西嗎 所以我覺得護航 到這種程度真的是沒話講 我們只要從換一個角度來講 假設這個人是國民黨的人 你覺得 完蛋了 今天大概一定全國罵到番了 對 民進黨一定是 把他往死裡頭打 請全黨致力一定要把他轟下台 是 但是問題是 民進黨現在要往死裡頭打的人 當然不可能是趙怡翔先生 他現在往死裡頭打的人是誰 是誰 當然是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威脅到 整個民進黨的生存 韓國瑜現在動輒得救也就算 最新一個得救的方式 真的讓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 剛好政府最近在 歡迎力臨新絕江 看到沒有 你看這個卡棒 對 也是 他立了這個卡棒 高雄發大財 然後在右手這邊 拿了一個高麗菜 然後旁邊還有Vidu 還跟著他 然後就是韓國瑜的一個頭像 其實沒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來新絕江 多多消費而已 其實就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非常棒 你真的是慫 慫這個鑰匙 拜託 我是高雄人 以後看到這個看板 我不敢來新絕江了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是因為你看到韓國瑜就討厭 還是因為這個看板 真的這麼慫 然後如果這個看板 真的慫到讓你這麼討厭的話 我就覺得很奇怪 過去這12年 花媽的頭像在高雄 到處都是 然後什麼Q版 還貼到國外去了 然後照片 甚至到美國紐約的公車上去 都有花媽頭像 你怎麼都不覺得慫 所以我覺得那是個人 純粹個人觀感的問題 因為你覺得他慫他就慫 你覺得他不慫他就不慫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們討厭韓國瑜 所以他在哪裡出現 你們看的都不對勁